鼓励美国民众从品尝日式美食 喝顶级清酒 开始认识有丰富内涵的日本文化 驻洛杉矶日本总领馆 特别举办了八户海鲜清酒推介会 希望可以吸引到更多的朋友 到八户市来游玩 10月7号到9号 还会有一连三天的 日本超市嘉年华会 又让南加州的民众大饱口福 看四人合力一条心 敲破陆澳南山的清酒桶木盖 可别以为这是在搞破坏 而是驻洛杉矶日本总领馆 根据日本习俗 藉由打破木桶盖 寓意日本语的禁开 有祈求健康幸福和成就的意思 来取代西方的剪彩仪式 象征八户海鲜清酒推介会 正式展开 众所周知日本料理 现在已经成为联合国的 市场遗产之一 那么这意味着日本食品 的确对于人类有贡献 你比方说健康啊 或者是文化重统 等等这些领域 我们认为是能够 而且是应该推广的一个项目 打出八户海产的响亮名声 活动还特别请来 日本青森县八户市市长小林真 亲自飞到洛杉矶 介绍日本三大渔港之一 八户港的优越地理位置 如何打响两大著名海产 外观硕大且弹牙的鱿鱼 和色彩鲜艳又肥美的青鱼 让美国民众有机会大饱口福 有新鲜海产更少不了山产 与主厨的精湛手艺 活动还特别请到 领馆内的知名主厨 以细致的手法 推出一道道美味的日式菜肴 同时还有名产山药 现场模制给来宾品尝 特色是原汁原味 比起其他国家 添加杀虫剂等化学药剂的山药 不止没有刺激味 而且特别鲜甜 总理事馆的厨师 黄木伊朗先生 他受到了日本外务大臣 就是外交部长的一个特别奖 就成为为了推广日本料理 非常有贡献的 那么今天放菜就是他准备的 活动还选用日本清酒 举行敬酒仪式 透过来自巴户市 优越的气候与地理条件 以及从1740年起 便使用精致的青森米 和沉浸的青森河河水 代代酿造出的南山清酒 让来宾品尝这份 不只在日本家喻户晓 且在国际间更屡屡获奖的名酒 花重いという品種で作って それをコンテストに出して グランプリを取ったということがあって 政府现在拼命的要推广清酒 让世界认识到清酒的魅力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的话 大家都认为清酒是跟着日本料理的 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西方人 发现清酒跟西方一些菜 放菜也是非常合适的 所以我们希望美国 或者是全世界的人民 就认识到清酒的魅力 完美结合新鲜食材 精湛厨艺以及顶级清酒 八户海鲜清酒推介会 不只推广给洛杉矶本地贵宾 活动还特别延伸到 10月7日 8日与9日 一连三天在南加州Gadena的 马鲁凯超市举办假年华会 欢迎有兴趣的观众把握机会 各位新闻魏宽用志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